你的问题我简单回答一下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放的地板 本身就像我下面这个状况 当它没有顶到上一层楼的地板 也就是你的楼梯的高度不够的时候 它在这边就不会自动打动 那我把它的高度往上调整 当它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 然后上面就会有自动打动的效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你的地板是透明的 因为我们在第一层楼的时候 你这样往上看 是看不到天花板的 你必须有两层楼以上才看得到 那其实不管看得到看不到都可以设定 它的设定是在地板上面 你把它点开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天花板的这个设定 所以如果你只是单色的 我来这边设一个单色的 好设定完成之后 由下往上看你就会看到了 就会看到它的颜色 先把楼层隐藏起来 这样你就看到了 好它就像这样子自由地板去做设定 再来如果你想自己画一个楼梯可以 好 那重点在于 你画好之后会进来 比如我在这个地方 我找了一个这样的楼梯 把它下载一下来 那我从这边汇入的时候 你在后面这个有一个动作呢 你要把它做一个设定 就是在这里 楼梯穿孔 楼板形 好就像这样子 你这个地方勾起来 那它就会有楼梯的特性 所以呢 它只要碰到地底就会打动 那另外呢 你有提到 你想要去下载这一个 这一个自制楼梯的外挂 你只要在这个外挂上面 按滑鼠的右键 另存连结 就可以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 因为你如果直接点过去 它如果没有直接开启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以为 好像档案有问题 其实没有 你就按右键 把它另存就可以了